船舱闯入多名持枪歹徒 吓得船员魂飞魄散 夜门叛军胡塞组织多次攻击红海来往商船 最新一波又发动21次无人机与飞弹攻击 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 预袭情报一出 美国与盟国派出四艘军舰前往护卫海上50艘商船 并击退胡塞组织 周三联合国安理会也以11比0 而中俄和其他两国弃权通过决议 要求胡塞组织立刻停止攻击船只 因为洪海是掌握欧亚15%航运贸易的命脉 胡塞组织声称 这些攻击都是为了力挺巴勒斯坦 阻止以色列侵略 然而专家分析 不少遭攻击的商船 其实都和以色列无关 而胡塞组织借此诱识美国反击 好让冲突升级 同时以色列持续猛攻加萨中南部 当地最大的意愿遭波及 有医护和患者在救护车上被炸死 拉法一栋四层楼公寓也被轰 造成至少十多人罹难 世卫组织宣布考量加萨情况 不得已取消最新救援任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